蘭果肉耶 黃晨晨的芒果冰淇淋 台南市長黃偉哲 一口接著一口 這攤吃完再到下一攤 芒果煎餅也要來一口 黃偉哲說他沒吃早餐 要來清果市場吃到飽 怎麼樣 一分鐘內有飽 市長真的是報酷性的吃法 這是報酷性的吃法 捧著杯子把芒果往嘴裡倒 不到一分鐘全部吃光光 黃偉哲不顧形象 推廣國際芒果節 好吃的芒果當然不能 只有市長吃到 一杯杯消好的芒果 現場民眾見嘴有份吃到爽 今年台南芒果節 產量目前採收四成 大約六萬四千噸 已經賣出將近兩萬噸 其中出口就達到百分之十四 不光是產量多銷售好 今年芒果價格產地上漲百分之十 運送到台北市場販賣 價格也上漲百分之二十二 跟去年同期比較都高出很多 進入盛產季之後 那個產量會達到高峰 那銷售也會進入旺季 為了抽獎的 抽房子的投資性消費 我都歡迎各位好朋友來台南 從上個月二十六號 國際芒果節開跑 遊客湧入將近六萬人 黃偉哲自己當最佳代言人 要遊客多來台南捧場 就能離六百萬公寓更進一步 記者來關將領事會 台南報導